哈喽 芒果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卡蒙电影 我是小卡 今天小卡要给大家介绍一部悬疑犯罪片《悬案密码龙里的女人》 电影开始 男主角卡尔和搭档出门办案 不料遭到歹徒的袭击 搭档受重伤昏迷不朽 卡尔因搭档的事备受打击 休养生息之后 卡尔回到警察局 局长看到颓废的卡尔决定将他发配到档案室做个稳定的工作 来到档案室 卡尔发现这里除了他还有一个大胡子警察 这个大胡子警察对于破案有着一腔异于常人的热血 也许是被大胡子的积极精神所感染 卡尔很快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两人决定干一些男人该干的事情 很快呢 他们在档案室找到一件多年前的悬案 案件中的女主角是一个有名的国会议员 本来有着大好前途的他居然无缘无故的在船上跳海自杀了 确切地说应该是失踪 当时警方由于没能找到尸体 就草草电案为自杀案件 而且失踪前还带着自己的智商弟弟在身边 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卡尔和大胡子决定查出事情的真相 由于案发时间已经过去许多年 两人只能重新找出以前的卷宗调查 查看当年的目击者的证词 两人得知了一些线索 有目击者声称当时他看到女主冒着大风去了船上的甲板 另一个男性目击者说他当时正在上厕所 突然女人就打开门闯了进来 一个女人不抽烟是不会随便冒着大风去甲板上的 而闯进男厕所这个动作很明显就是在找人 从这两点不难推测出 女主当时确实是在找一个男人 而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女主的弟弟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目击者提到 他当时在船上看到女主的弟弟 被一个穿着雨衣的人给带走了 不过案件的最后却记录着警察找到女主弟弟的时候 身边并没有其他人 这就奇怪了 这个穿雨衣的人究竟是谁呢 案件中的疑点集中到了女主弟弟身上 卡尔和大胡子来到医院找到智障弟弟 可是无论两人怎么问问题 他都只是一个人呆呆地看着电视不说话 这也就尴尬了 无奈之下 卡尔找到女主的同事调查 从同事口中得知 女主的父母早年车祸身亡 他独自一人将智障弟弟抚养长大 而且女主也没有男朋友 不过有一次 女主好像和一个陌生男人出去约会 而且那天一整晚上都在外面 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 大胡子将有关女主的照片都打印出来 然后拿给智障弟弟看 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 果不其然 这张弟弟看到其中一张照片的时候 突然大叫起来 照片中的男子是个高大帅气的金发男 根据答案调查 发现他还是个生物学家 随后两人开始着手调查这个生物学家 可是却得知 这个人居然早已经死去 而且是意外死亡于一个小胡中 来到生物学家的死亡地 两人从当地警察口中一问 才发现 这个生物学家根本不是那个帅气的金发男 而是一个胖胖的胡子男 随后两人找到胖子男的同事 同事告诉凯尔 金发男其实和胖子男是在一家孤儿院长大的 也就是说 这两个人其实很早就认识 很显然 金发男是假借了胖子男的身份 而去接近女主 等到达成目的之后 才杀掉胖子男 但是这一切究竟是为何呢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这个金发男确实和女主的失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只要找到金发男这起案件 就可以迎刃而解 顺着金发男的这条线索 两人来到孤儿院调查 原来这个金发男小时候父亲车祸身亡 母亲也因此淡化 就这样 金发男被送到了孤儿院寄养 再回想到女主父母也是车祸身亡 这背后肯定有着密切的联系 抱着这一大堆的疑问 卡尔和大胡子找到了金发男的家 进去之后 金发男却表现到夜上的配合 并且表示愿意和他们去警察局 卡尔也是一脸懵逼啊 头一次见到这么配合的嫌疑人 可是两人上车 没多久 卡尔就发现路边有一大堆的油头 按理来说 一般人家里不可能用这么多油 再想到金发男这么配合自己调查 卡尔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立马要停车回去 金发男看到事情即将暴露 立马刺上大胡子 打伤卡尔下车逃跑 卡尔也顾不上那么多连忙追去 最后在金发男家中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压力仓 里面关着的正是女主 金发男这时候再次出现偷袭卡尔 卡尔险些被勒死 关键时刻大胡子赶到 打晕金发男救下卡尔 最后两人合力救出了女主 女议员的案件就此告破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 这金发男为什么要求进女主呢 接下来就是解密时刻 其实多年前的一天 金发男一家人开车出门 而女主一家的车刚好就在旁边 突然任性的女主一把蒙住 正在开车的父亲的眼睛 这时候对面一辆车迎面而来 女主一家的车子侧偏撞上金发男家的车 车祸就这么发生了 这场车祸造成两个家庭奋崩离析 金发男就此在心里留下了阴影 长大后的金发男在电视上 看到已经成为议员的女主 决心报复 从那以后金发男时不时都会出现在女主附近 和智障弟弟打招呼 而且还拿着好友的生物学家的身份 参加活动勾搭女主 到了女主出海的这一天 金发男偷偷跟智障男打招呼 然后带走了他 等到女主好不容易找到智障弟弟的时候 他就突然出现大鱼女主 然后带走 还把他关在了雅里仓里 而且这一关就是好几年 幸亏凯尔和大胡子这两个固执的警察 没有放弃调查 这才捡回条命 学完密码第一部的故事就此结束 本系列电影一共有四部 接下来会继续更新其他的三部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下关注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卡 喜欢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